大家早 我是小林 我们一起来跟进两条关于深圳楼市的最新消息 第一条就说到赛格大厦 天天在摇摆 每天都有人上传视频 说今天就摇摆了 摇滚的摇摆 一起摇摆 天天都 其实对于地方官员来讲 这是很尴尬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中共来讲 它的管理手段是什么呀 它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如果尴尬 把它从公众视野里面拎走 最好大家别关注它 它不是说批 有一种是批评的 有一种是从公众视野那里拎走它 比如六四最好大家都你在墙里 六四是什么 现在这一辈的新一辈的大学生他们都不知道 完全拎走 甚至法轮功是什么不知道 什么是法轮功 谁是刘小波 刘小波是谁 那么就把它完全拎走是最好的 尴尬 这种东西 但是没办法 这么大个大楼在市中心那里 你又不可能把路封了 对吧 你封一个大厦 那旁边路呀 这些你不可能封啊 是不是啊 那影响特大呀 所以就特别尴尬 一直在跟进 刚开始几天还是可防可控 后来就把它封了 它新闻说的是什么暂时关闭 我给它翻译成人话 那就是无限期的停用 其实这个还有点问题 因为如果要追究起来 是你封个大厦不让我用吗 对不对 那是谁不让我用呢 然后这个产权怎么办 比如这个房子是我的 我自己自用 对不对 因为它里面的写字楼是卖出去的 你现在强行不给我用 你说一天两天还好说 哎呦 现在一个月摇摇晃晃过去了 那两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 我一直都不能用 咋办呢 是吧 你又说安全 我又说安全 没问题 那上呗 是不是 那又不给用 那凭什么呢 要不你就凭个微房 他又不凭个微房 对吧 凭个微房 把它拆掉 是吧 你现在又说安全 然后又不给用 所以时间长了 这个东西有很大的经济纠纷 那后面究竟谁负责 造成了损失谁负责呢 是吧 所以这事情 官方也急 拖久 很麻烦 这些东西 然后今天最新消息 31日 昨天晚上 按说说的公告了 他说 深圳发布 在这个深圳发布这里 说为了尽快查明 赛格大厦震动的原因 经专家研究论证 在计划在6月1号开始 在赛格广场大厦开开展 这个叫做什么 激震试验啊 这个等一系列试验 测试工作 该是该类试验 从原理上 可能会引起大厦的主体震动 但不会影响主体结构安全 这里就有几个元素 你看 第一个 为了尽快查明原因 也就是到现在为止 他都不知道原因 啥原因不知道 天天可玩可控 啥原因不知道 就像那个病毒 没有源头 哪里来的不知道 美国来的 意大利来的 满大街来的 是吧 不知道哪里来的 所以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那你现在天天抖 那咋搞啊 天天抖咋搞啊 没法搞 没有原因 现在才查明 搞了半天 他告诉你 现在才要查明 而且从6月1号开始 一系列的测试 他也没说要测试多久 一系列 然后他这个激震 试验 我看了一下 这名词激震 也不得了 激烈震动 像看AV片一样 这玩意 激烈震动 然后我上网查一下 这个词语没有出现 就没有广泛出现的一个词语 就单独出现的原创的一个词汇 所以究竟是个啥东西 这个是啥试验 也就是非标化的一个试验 什么叫非标 就有一些是标准化的测试 就是大家都这样测试啊 比如PCR核酸测试啊 这是个标准的测试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也就是这个激震测试呢 前所未闻的一个东西 不知道啥 然后反正现在把它摇一下 我不知道它怎么激震法 是在里面放些机器让它震呢 还是怎么玩意呢 摇一下 看它牢不牢靠 摇一摇 就像那个轮胎 我们踩它两脚 看一下轮胎稳步 好玩意啊 其实是你这么大个东西 但不会影响 真影响的那谁负责呢 这玩意没个准啊 反正现在是可能会引起震动 这刚好了 就说以后你看到我们在测试 没事没事 哎呀不愿不愿 这可能也是找个理由 因为你们天天的拍视频说 哎呀又震了又震了 然后现在我就告诉你 哎呀我们在测试 你别瞎折腾 别别别瞎起哄 我们在测试呢 没事没事 该干嘛干嘛去 嘿嘿嘿 可能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它给出的也很保守啊 反正现在它都是什么呢 都是深圳每日公布 赛格大厦相关监测数据 它都是加了 它一句什么 节制当天中午为止 它都是这样 就是它有没有沉降啊 有没有倾斜啊 这些都是节制当天中午为止 哎呀你这样搞哎 那你全市的 所有建筑里都要天天测才行 我告诉你 我们任何数据都是节制当天中午为止的咯 对不对啊 那你每天都要说心了 如果这样 你全市都监测着才行 那你一个建筑里的荣物 如果用的这么不省心就麻烦了 是吧 节制当天中午为止 那你医生给你做个体检 然后比如就像人做体检一样的 现在你给大楼做体检 节制当天中午为止 你是健康的 下一分钟 你不知道健不健康 哇靠你这样做个体检 那扎心 那扎口啊 这样 节制当天中午为止 你老婆还没怀孕 哈哈哈 说不定 等一下就怀孕了 哎呦不得了 反正乱逃啊 反正所以就买房要小心 现在哎呀 这个反正跟进跟进了 该说的 我们说了N遍了 说出来 带大家继续跟进跟进 乐一乐啊 下一个是 这是前两天的新闻了 27号的新闻了 但是不大不小的 没报 现在放在一起说 就是深圳市住房与建设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 新建商品住房和商务公寓 销售价格指导工作的通知 那啥意思呢 就新建筑房嘛 新建筑房就一手房了啊 告诉你就是现在一手房啊 也要 也要进行价格指导了啊 不是二手房 所以 我从 这个时候开始 深圳就是无论一手房二手房全管死了 就这个意思啊 全管死了 全 所以深圳的楼市是彻底 试点回到这个计划经济 完全由领导拍板 你这个房子多少钱 多少钱 领导拍板啊 你们别没有搞些水果呀 搞些榴莲啊 香蕉啊 那些来了 别搞啊 搞了就给你全抓进去 全计划经济 给你们全搞的计划经济 现在 让大家看看啊 在价格指导规则和流程中指出 按照深圳市房地产调控政策相关规定 预限售商品住房和商务公寓批准的价格原则上 不得超过上一年度赤金同地段同类型新房的往前价格 也就是今年的价格一般不要高过上一年 那如此类推 你就反正一直都别涨 强制性指导你的价格 那你要的强制性 它还挺聪明 你看它还配套啊 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啊 以前的很多项目为什么要分期开发呀 为什么要分个十几期 卖一栋 然后卖一栋 卖一栋 卖一栋 这个你去买过房你知道的 一个那个沙盘 是吧 一个大个沙盘 有很多栋楼有个模型在这里 哎呀 然后那个帅哥美女给你拿个那个那个那个照照照的 那个雷射笔啊 雷射笔照的 哎呀你看这一栋啊 这一栋 哎呀看上这一栋了啊 给它指来指去 也一栋一栋卖 为什么呢 那就是它通常来讲楼盘是先卖那些比较差的 呃 然后卖到后留到好的留到后面 他想卖贵一点 所以越到后面越贵啊 现在一栋房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呃 多一年的话 那价格也是参考前面的 也就是无论你分多少期了 那还是差不多的价格 他这个意思啊 如果要往上调了 你得要得到领导批准 嗯 呜 呜 这些什么深八条 这个预售房 预售房转现售房 啥意思 这里还有预售房转现售房 就本来你那个房子很多时候是是卖七房嘛 呃 边建边卖嘛 然后卖的差不多了 呃 然后 呃 对不对 建的差不多了 啊 不是卖的差不多 建的 呃 还没卖完 然后就变成了预售转现售 其实以前楼市真正啊 把人家火爆的时候啊 就是十年前啊 那个时候真有刚需 那个时候是真卖完 哪里有现售房开玩笑 全卖完 现在慢慢像挤牙膏一样的挤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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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很火爆很火爆其实都假的我告诉你 真火爆的时候哪里有现售房啊 全部是七房都卖完了 呃大概是夭夭习近平没上台之前最好反正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其实都没好 呃就价格涨会涨但是其实都不好不了 呃就 呃才慢慢开始出现买线房嘛 就建好了都没卖完没卖完 说白了就就这么简单 呃 就卖毛批房嘛为什么呢 呃一个它整个小区大规模的来到装修 那成本是低一点 那对大家都好嘛 你也省了我也省了我的整个小区一起装修 那进装修房 而且他进装修房那个装修有有那个质保期嘛 呃相对而言就 呃比你自己去找装修队还是有保障那么一点点 你看看开发商啊有些什么很大的很大机啊啊啊如果是保利的啊啊这些还行啊起码保保利还是大央企啊啊所以就他装修了有他的好处 而且你含在房价里面你做按揭的时候也可以一起贷款啊如果你纯粹装修了你你所以有很多道道啊啊买房的时候有有很多细节呢啊啊精装修房有个好处就是其实把装修也贷款啊相当于是啊啊就精装修房 而且很多时候他可以把价格拉高嘛那最近几年其实价格弄不上去搞了很多已经小动作其实慢慢慢慢搞这种动作其实证明的是楼市的需求在减弱 以前哪里要搞这些小动作又要搞个精装修然后把价格再拉高两三千一个平方啊以前不用搞这种东西其实已经是上涨乏力的平方 表现我认为搞精装修房然后把价格弄弄高已经是没有实质性的需求在支撑啊这个楼市啊当局者迷有时候我还这句话就是嗯人在其中就有迷惑你如果自己抽身出来你就会其实看得更通透啊就搞精装修房也就证明了这楼市不行啊 啊这他还还在吵啊当然就啊就不让你就指出嗯 进一步加强对商品住房公寓呃管销售管理房子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提高装修价格变向抬高房价嘛你看啊 啊对深圳市新房市场价格水平造成影响要求各区局在审查项目 装修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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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分几期的也管 都都管 所以就深圳楼市两个新闻嘛 这楼市现在已经是 叫做什么 那个玻璃鞋啊 我还是灰姑娘的玻璃鞋 差不多到时间了 该跑了快点跑了 那个那个宴会 差不多要落下帷幕了 刚好最近 我那个朋友真的是 真的是运气好 他刚好是 上上几周 几周之前 一个月之前了 一个月之前刚好签约 把房子卖了一套 他卖了一套 就是刚好一卖完 然后就广东就来疫情了 所以有时候运气很好 如果他拖到现在 他的房子可能又要再放了 基因紧张 再放一放又放几个月 工工不起了 要卖掉 刚好让他卖了 哎呀还是还是运气好 问了我好几次 我说你资金紧张 你卖掉 你不要拼那个命 拼那个老命 也老大不小了 你拼拼这种老命干什么呀 我说你如果资金紧张 把它卖掉吧 你两套房 你能赚多少 抽身出来 到时候你看我在日本 我方便 我帮你在日本买个房 收租好过来永久产权 到时候有什么事 来日本移民也方便 啥都方便 是吧 你压在那里 没意思 日本你看租售比多低 你能买个日本房子 收收租多好啊 全球配置 哎呀不要再压着压在那 哎呀他听了我说 也觉得有点道理 哎呀 有道理有道理 然后然后就下功夫 哎呀 把刚好就签的约 啊签的买卖合同 收收了定金 收了首付 哎呀好了 现在如果对方一个一个搞不定 啊那你就把他首付 说不定首付跟那个定金都吃了 那你赚大了 最赚大就是这样了 就是对方把首付定金给了 啊然后签了合同 到时候他违约了 比如贷款卖不下来 或者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反正他继续不下去 嘿那你赚大了啊 那后面你相当于前面 前面那个定金你全吃了 哎呦啦 那真赚大啊 一个房子卖两次 那才好玩 那比什么都好玩 哎呀反正聊到这边 觉得有有点 现在楼市先先的摇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点分享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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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